嗨,大家好,我是阿梅 昨天饭了用啊 所以今天过来把这里的水抽干 看这下面的水很浑浊啊 一定有大货在里面 先赶紧抽 现在水已经抽干了 我看到虾了 哇,好多哦 还有一些小鱼 还有小虾,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小虾 我先抓大条的 小的留给它长大 你看 吼吼吼吼吼吼 看,走得好快哦 哎呦,跳那么高啊 你看,爪子瘦了 这里还有一条 先盛点水先 这样水很浅 还别走哦 哎呦,两个条 哎呦 这里有一条 你看 这个虾蛮大条的 小的 又想弹 这是第二条 这里又有一条 你看,跑到石缝里面 上面好多哦 泥沉啊 你看它走了 嗯 只要水很深的话 你就抓不到它的 你看,刚才那水很红浊 里面东西肯定很多 你看,它想 想弹我 这条大祸才吓人 它装到我的管子里面 你看,蛮大条的 哇,好恐怖哦 像蛇一样 像蛇很浅 你看 又油了 这种油锥最喜欢 装到石缝里面了 水很浅 它跑不掉的 这条油锥 大概有三四斤 很大条的哦 你看,比我的手腕还粗 两米多长哦 这个要四百多块钱一斤哦 因为这么大条很难得 其实很小条的 太滑了,抓不到它 放在桶里面 它仰是很锋利的 我先拿桶过来 这个水坑没有多少水的 它现在想找石缝装进去 你看,这个边有好多虾的 把它弄出来先 这个很活滑的 你看,抓不到它 太滑了 把它拉出来先 赶紧托出来 哇,大门蛇来的 你看,这个嘴巴 牙齿很锋利的 你看它牙齿 咬得很疼的 咬得很疼的 牙齿很锋利 现在把它抓了 放在桶里面 好重哦 有点像猛蛇 都把我桶底沾满了 你看这个家伙 这里有个寄生螺 你看 出来了 爪子出来了 待会它又锁进去 你看到了吗 看一下底下还有什么 好多小虾 你看我们手里面 都是小虾来的 看到了吗 都跳了 都是小虾 看到了吗 都跳了 好多年 这就是大虾 然后我们手里的 就拆了 就像不开 放开 一张 一张 有点 把它抓出来 哇,都是小虾 你看,看到了吗 都是小虾 哇,全都是虾哦 你看,都跳了 那条大虾跑到哪里去了呢 哇,我又摸到什么了 你看 这条大虾 可贵了 把它收了,放在桶里面 刚才弹我,很疼的 这块石头还没摸过 把它翻出来看一下 水太红浊了 没有了吗 没有了吗 哇,好多哦 你看 水手可捧都是虾 你看,都很大条的 这个坑应该很多虾在里面 要不然怎么会有 哇,又有一条 看到了吗 刚才弹过来 哇,我拿到它的 你看 哇,好大条哦 再摸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好多虾 先把这条饭桶里面 先把这条饭桶里面 这个水坑太多小虾了 刚才那条油砖 应该是过来这边觅食的 忘记回去了 所以被困在这里 哇,这里又有一条 看到了吗 看,在这里 上面还有 还有泥层呢 看到了吗 你看这爪子 把它烧了 哇,这里还有一条 好多的 哦,又跑了 哦,跑得好快 哟,又弹了 又弹了 哎呀 你看,这好多小虾 这里发现了一条大漠 在这下面 死了吗 哦,死了 上面还有螺 想吸它的肉 应该是受伤的 你看伤很雷雷的 应该被什么咬过了 哇,这个山还是红色的 还没臭,还可以吃 好可惜哦 这么大条鱼 就这样死 刚好给我剪 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收了一条石斑鱼 还有一条大油锥 都是值钱的好货 还有几条虾 现在潮水已经上来了 没什么可抓了 走,要回去了 如果你们喜欢阿梅的视频 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拜拜 下我们割几段绳子 待会赶海用的 因为今天的潮水退的特别低 但我们过去食堂那边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螃蟹可抓的 所以被几根绳子用的 嗨,大家好,我是阿梅 今天的潮水退的特别低 所以过来港海看一下有什么可抓的 走 过去那边石头看一下 一只石头蟹 一只石头蟹 好小子 好小子 哦,这里有个东西爬过的痕迹 很宽哦 应该这个东西的话应该很大个 我们顺着这条路找一下 抱什么来的 好奇怪哦 哦,我看到了 一只后 哇,怎么也穿到沙子里面了 你看 这边藏到沙子里面了 看到没 原来一只后藏到这里 把它拔出来看一下 耶 哇,也挺大个的 你看这个个头 这个是保护动物的 我们就不要了 现在我们来生水去了 把这个后给放生了 走吧 拜拜 你看游了 游得好快 哎 我弄到螃蟹了 它夹着我的蟹起 蟹夹 有点松开一下 哦,在这里 在这个石缝里面看到没 水有点浑浊 哇,这只大家伙 耶耶耶耶 让它松开一下 看才也给它夹过一次 让它实实地夹着我的蟹夹 把这块石头放出来 看一下 哇塞,一只大家伙 准备逃了逃了逃了,好秀 哎哟 哎哟,下尾一盘的干 它跳起来夹我 先把这块石头放下来 再吃 哎哟,哎哟,哎哟 哎哟,哎哟 哎哟,哎哟 我让你使用 就这样把它抓起来就可以 太大力气了 一只大家伙 这只螃蟹大概也有一斤半左右 哇,好凶哦 刚才差点跳上来想夹我 哇,好肥 先拿绳子把它绑好先 孔都不要了 今天第一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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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这里藏了一条鱼哦 我刚才一动它,它尾巴这里 动了一下,吓我一跳 你看,藏到这里 还不知道的话,以为水蛇来的 你看这种颜色 这种是蚂蚁来的 第一次遇到这种没有花纹的蚂蚁 最喜欢尝到石缝里面的 你看,在这里偷吃 把它夹到桶里面先 这样我们跟着流水走 今天的潮水推的特别下的 一般有水的地方很容易尝到那些蚂蚁的 所以碰一下用去 看一下有没有石斑之类的 看石斑可贵了 斑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筋鲜 很重的 哎哟,这里有个泡沫 看到没 不知道是不是尝到东西 看一下附近吧 这边沿都有泡沫 看到没 或者说一下 一条鱼啊 一条变颜色的花 躲进去了 想躲进去 没那么容易 躲进去了 把它拔出来 哇 好大条的鳗鱼 哇 这颜色好恐怖 想躲进去了 那哪里去 把它拔出来 哇塞 你看这条鳗鱼 好大条哦 这种花鳗的话 不会变颜色的 你看又想躲在石缝里面 先把它夹到头里面 哇塞 这条花鳗大概也有一斤多 差不多两斤 怎么那么容易 把它放头里面先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抓了两只青线 这有一只 还有三条鳗鱼 现在这个鳗鱼要洗一下 太多沙子了 现在把手套洗干净 要回去了 因为一下潮水已经上来了 如果你们喜欢阿梅的视频 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嗨 大家好 我是阿梅 前两天 前两天 我跟老爸在这个大坑里面放了一点鱼 所以现在把这个大坑的水抽干 看一下大家会有什么可抓的 现在天气太热了 冷得我满头大汗了 现在开始 抽水 继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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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